各位好 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本书的名字 叫做《准备》 张巧宁是一位职业妇女 每天忙着工作和做家务 但她善用零碎的时间 利用手机应用程式来听书 我们自己读的话 可能会比较花时间在读 有时候我们读了很久 因为还是给不到 要讲些什么 听书的话就会 他们已经把那重点已经领导出来 而你是负责听而已 就要听人家在讲故事 讲那整本书 第一比较容易吸收 第二是蛮省时间的 常常因为工作忙碌 而没有时间阅读的张巧宁 在生下女儿后 为了培养孩子对阅读的兴趣 她以深作则 开始养成每天听书的习惯 他们以后上学 其实最重要 要让他们觉得学习不是有压力 学习是一辈子的东西 而如果真正要培养他们这种学习的话 就要从小就养成一个这种习惯 张巧宁听闻绘本 可以培养孩子的阅读兴趣 在机缘巧合下 接触了爱心术绘本屋 爱心术绘本屋 设有一个免费的绘本社区图书馆 便鼓励家长和孩子共读绘本 以增进亲子关系 同时培养孩子对阅读的兴趣 我想到并没有一个这样子的 满满绘本的一个这样的空间 所以我就想说我们可能可以做一些和绘本有关系的一些人文空间 然后就开始呢去找有共同兴趣的朋友呢一起来开始这个地方 对于幼儿来说 如果我们要他看一个篇幅很长的故事书 对他们来讲会比较繁重一些 所以绘本呢就这么恰巧非常适合用来陪伴幼儿 因为它不会太多字 然后有很多很漂亮的图画 间接或者直接信 绘本成为了孩子养成阅读的一个很好的基础点 在听书以及陪伴孩子阅读绘本的过程中 张晓宁更深刻地体会到阅读的好处 要进修除了是去三课之外的 另外一个方法就是阅读 你只有阅读你才能整进自己的知识 以生效来讲就是由我们自己开始咯 去培养它 去影响它 让孩子从小培养阅读习惯 可以让他们在三级产品盛行的时代中 还能沉淀自己的心灵 同时学会和书做朋友 让书籍成为他们终生的陪伴者 大爱新闻 蔡迪跟李佳音马来西亚澳岛